新春都很希望 說今年能夠荷包滿滿對不對 所以我要問這個幫大家問問題 第一你覺得在今年哪裡的經濟最看好 哪裡的經濟不佳 美國的經濟會怎樣 當然有很多的評論跟分析 那當然最近其實我看 講到美國經濟 蓋洛普自己做的名料 八成的美國人以上 但他們都自己不看好美國的經濟 還認為說今年可能要加稅 負擔可能會更重 所以其實你怎麼看美國的經濟 那中美都是兩大經濟強權 所以我們要來比一比 賴老師 我們看世界有三大經濟體 美國大概兩成 中國大概一成七一成八左右 那歐洲也大概一兩成左右 所以我們講的是這三大經濟體 雖然排名日本排第三 但是因為日本現在就中國 大概五分之一 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日本已經 其實沒有那麼影響到大 但是歐盟整個來算一個經濟體的話 或是歐洲算一個經濟體 世界就是三大經濟體 先看一下美國 美國已經注定衰敗 因為美國目前的經濟估計 能夠破零都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經濟衰退是正在進行中嗎 對 而且已經是往下的方向走 例如說您看到聯準會 他目前的就業的情況還不錯 那可是通貨膨脹還是沒降下來 所以他還是會繼續升息 當他一旦繼續升息的時候 那經濟繼續衰退的這個趨勢 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一般估計的話 他不會破一 我們一般估計 也就是美國的經濟體絕對不可能破一 但是他能夠維持零到一之間 對美國來講就算表現亮眼了 所以美國就不可靠了 你不可依仗他 那歐洲目前一定是跌破零 那歐盟整個會往零的方向走 英國最慘 英國目前估計他的衰退可能會兩三年 那英國一個世界排名第五第六的經濟體 會衰敗兩三年 所以英國你要把它放一邊 那整個歐洲 德國法國等這些國家 大家也估計 歐盟整個加起來應該也是會跌破零 那在這樣的一個相對比之下 那中國大陸就變成期待比較高了 因為中國大陸目前最大的工業數 我講最大工業數是不管是經濟的智庫 基金會 或者是聯合國的IMF 或者是世界銀行 IMF 還有World Bank 等等的評估大概五上下 是最穩定的 最大工業數 IMF比較保守 IMF大概四點多 對但是問題就是還是在修正 那IMF會把它平到四點多 是認為疫情的影響 但是目前來說 中國大陸的疫情的高峰 估計春節之後就過去了 就應該就會過了 過了以後那他的經濟會回來 那我個人的判斷大概五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區間 那你想看如果美國是零到一而歐盟是零以下 那是不是大家都依托在五左右的中國大陸 的確我看像花旗大摩 還有像是澳新 這些都是國外的金融機構 他們做的調查還有分析 以及像是日本野村 那他們都是認為應該有5%以上 所以對於中國的經濟 其實他的這個成長率 你說2023年可能經濟不怎麼會好 可是在這種所謂的不看好的一片聲浪之中 對於中國大陸還是相對是有比較樂觀的 預估的預測的 所以才會想說 那是否中國大陸有可能要扮演一個經濟火車頭 這樣的一個角色 對因為你如果把大陸跟他過去8%來比 那當然慢了很多 可是你如果把他跟美國歐洲比 那他是還是成長的速度還是快 而且今年大陸解封的速度 也比很多的外資他們的國外的專家 預測的時間更提早 所以這個有差 我估計還有一點是跟歐美的分析家 不同的地方是在於 歐美的民選政府 就像早上我跟你分析的一樣 歐美的民選政府 他們手中的籌碼是很有限的 對 例如說他們通常都是用利率 雙利 對就是利率的匯率來去控制 要不就是用這個印鈔票的方法來去控制 那要不就是用貿易的保護主義 是 來去就是關稅來去控制 那如果說他要做刺激這個國內經濟的話 他因為要經過這個國會的審查 而他都會有反對黨的強烈的反對意見 所以他通常都會有冗藏的一段時間 然後最後七折八扣出來的時候 那他就已經有點打折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因為政府比較沒效能 所以他們的即使通過的預算 到執行都會有問題 例如說美國的基建 不是當初已經去年就編了一萬多億美元 可是到現在執行率很低 那例如說像歐盟他的基建 他們當初你看范德萊恩說 哇我要搞出一個取代一帶一路的基建 現在是零一年過了還是零 那為什麼因為沒有人要做 而也做不出去 而且吵架吵翻天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政府 他的工具相有限 所以他能夠把刺激經濟的手段 是困難不大的 困難大的 就是他說到做不到 要比基礎建設 要比什麼一帶一路 歐洲版的一帶一路 根本做不出來沒錢 那大陸的政治體制裡面 會使政府的工具箱 的工具比較齊全 而且會比較容易就推動出來 而且會禁忌禮局 那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在刺激經濟這個部分裡面 大陸的政府的推動的能量 會高於明顯政府推動的能量 這是客觀的事實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我倒認為大陸的經濟 可能這些分析家 可能估計都過度保守 所以應該破五以上的機率是存在的 那這樣的情形各位你想 他帶動的一定是跟東盟國家 的一個相互的關係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他目前來講 極力在發展歐洲 非洲跟拉丁美洲的關係 歐洲也有啦 歐洲也會拉 但是歐洲你要看他的政府的意願 大還是不大 可是非洲跟拉丁美洲 他們絕大部分 他們的意願是強的 所以我倒覺得 這樣的一個相互之間的關係 中國大陸對於他們的 彼此的份額會再拉大 那俄國已經擺得很明白 就他很樂意 而且很願意在能源方面 跟中國有更多的合作 的確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因素 我加起來我的看法是 大陸還是會扮演火車頭的重要角色 哇 那這個很關鍵了 尤其是想想看 這個其實對於中美之間的這個關係 我覺得同樣也是會牽動 因為中美的目前來講 就是我覺得民間的企業倒是很願意要更多的合作 可是美國政府就是不願意 那美國政府不願意 美國政府一直在阻擾破壞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變數實在是太大了 因為大陸要拼外交 他希望能夠推展更多與其他國家的合作 尤其是在2023年 這個王毅其實在這個年尾 去年年尾的時候 也就提到了這個六大任務 其中一點就是說要把中美關係什麼 要拉回正軌正確的方向 那如果是有剛才其實賴老師在分析就是說 你看中國大陸在這個展望今年的經濟 那麼預期應該有機會可以扮演一個火車頭 那這樣子的話美國還能玩什麼 美國就有可能就是說 他在試圖要去拉攏其他的國家的話 他手上是不如中國有較多的籌碼囉 那如果要講現在這個中美關係 在展望這接下來的這一年 那到底該怎麼做 你剛剛提到說 他會加強對大陸科技業的制裁 可是如此一來的話 對於美國也會造成什麼 智商 現在那你怎麼看 這個中美關係在今年的變化呢 我覺得大陸一直不斷的釋放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我可以跟你有正常的來往 不見得要變成朋友 但是可以不要是敵人 那我覺得大陸的態度很明顯 不用是朋友可是不要是敵人 但是美國是你一定要是我的敵人 我覺得這個是雙方是不一樣的 但是大陸的另外一手就是說 如果你要把我當敵人 我還是會把你當敵人 那也就看你怎麼做 對也就是說你對我制裁 我就會對你反制裁 你對我軍力進來 我就會對你軍力進去 那也就是說你一定是理善往來 但是我最終的基本態度就是 我們可以不是敵人 對我們不要當敵人啦 我們可以不是敵人 然後一直強調說我們可以當朋友 但你就是你一直不把我當朋友的話 但是你假如一改變態度 那就那那個不是敵人的方向就走下去 那就中國就跟美國要翻臉 不是 是如果你改變的態度就是說不再把我當敵人 那我們就不會是敵人 那如果你一定要把我當敵人 那你用敵人手段我會用敵人手段對你 但是我的態度是我們不用是敵人 那我問你嘴巴上說朋友 行動上是敵人 我沒有說是朋友 我只是說不是敵人 我說美國如果嘴巴上都強調是朋友 那我也會跟你嘴巴說是朋友 但行動上還是對你 也就是說我是看你做什麼 而不是聽你講什麼 相對應 也就是說你 因為當你嘴巴說要變成朋友的話 我歡迎 可是你的動作來的時候 我還是會動作過去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理由就是說 你嘴巴跟我說是朋友 你動作來的時候 我就說是朋友 那我就忍 我沒有理由要忍啊 所以你當你動作來 我也會動作過去 可是你嘴巴說朋友 我也會嘴巴跟你說朋友 但是我認為你不會用嘴巴說朋友 那我只要不是敵人就好 可是你的動作上要不能是敵人 我不是在玩這個說相聲 而是這個確實是中國大陸一貫的立場 對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回看幾次 不然的話已經有點聽不懂了 就是怕你像聽 講起來像繞口令一樣 簡單的說 我沒有要把你當敵人 但是如果你要把我當敵人的手段 我也會用當敵人的手段來對付你 但是我的態度跟立場就是 我沒有要把你當敵人 就這麼簡單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你都沒想要 還有 你就是